真是太好看了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Frank 今天我们要介绍一本非常好看的小说哦 就是Frank正在读的这一本 叫做The Lighting Thief 到底这本小说在讲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文章 首先在文章一开头就说 这个主角好特别,叫做Percy 他还不到12岁的时候啊 就被六间学校给踢出去了 今天在这里看到了一个介细词叫做by 老师要告诉大家 这个by指的是在什么之前 到什么为止的意思 所以你应该在星期五之前就要交作业了 英文要说 You should hand in your assignment by Friday 或者你还可以造另外一个比较长的句子 用by the time这个片语 所以等你来这边的时候啊 火车已经开走了 by the time you got here the train had already left 就是by这个字的用法 接下来在这个故事当中说 这个Percy啊没有想到一直被学校踢出去 kick这个字啊就是用脚踢 它是动词也是名词 而kick out这个片语啊 就指的是把人给踢出去 或者是把人解雇fire的意思 当然今天在文章里面就指的是把一个人退学 而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的是attack这个字 attack这个字可以当作动词 也可以当作名词 字面上原来的意思是攻击 所以比如说911的恐怖分子攻击 The 911 terrorist attack has forever changed America 已经永远改变美国了 但是attack这个字啊还可以指疾病 突然之间发作 比如说最常听到的就是你的心脏病发作 The man died because of heart attack 接下来的文章里面开始就说了 Percy啊遭到了攻击 勉勉强强逃过一劫 然后活了下来 可是他的妈妈啊不幸却遇难了 这里出现了一个字叫做barely 这个字是勉强紧紧 言下之意就是只差一点点的意思 所以啊英文当中要造个句子 没有戴眼镜我几乎看不到哦 英文这个时候就要说 Without my glasses I could barely see what's in front 这是我们前半段的课程内容 老师要接下来继续看小说咯 先休息一下